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朵报》 我是真法 清乌俄军已经越来越将目标指向民用设施 BBC报道 周五下午4点左右 乌克兰沙波罗热核电站的负责人 霍伊尔·穆拉绍夫 从核电站前往恩纳霍达城的途中 遭到俄军绑架 这显然也是俄罗斯为巩固 对心肩病领土的控制而采取的新行动 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呼吁 俄罗斯要尽快放人 国际原子能结构表示 俄罗斯的绑架构成严重的威胁行为 周六晚间 该机构在推特上发帖称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 希望穆拉绍夫先生能够安全 尽快地回到家人身边 并能够恢复他在工厂的重要职责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军队拦下了穆拉绍夫的汽车 给他戴上头套 然后将他带往一个秘密地点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总裁 彼得·科廷告诉媒体 俄罗斯正试图将扎波罗热核电站 转让给俄罗斯能源公司Rosatom 科廷要求俄方立即释放穆拉绍夫 他已经呼吁国际原子能结构 采取一切可能措施 争取穆拉绍夫的获释 俄罗斯方面开始并没有立即承认 这次绑架事件 国际原子能结构与俄罗斯当局进行接触 要求予以澄清 俄罗斯当局表示 穆拉绍夫被暂时拘留接受讯问 据悉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遭遇炮火袭击 在俄军占领后 乌克兰技术人员一直维护着电站的运转 出于安全原因 他们在9月份关闭了最后一个反应堆 美国真实清晰的世界网站发表加州律师 政治学者维罗尼卡费一的文章说 世界进入了新冷战 中共国和俄罗斯已经同意了新的无上线联盟 西方正在围绕扩大的北约五眼联盟 以及以美国为中心 与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印度 澳大利亚的军事和经济联盟团结起来 近几十年来 联合国已经退化为成就 低效 腐败的机构 受到大的独裁成员国的欺凌 如今年较早时 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 谴责自己入侵乌克兰的决议 联合国功能失调的明显例子 是其人权理事会 这个机构结满了古巴 中共国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利比亚 苏丹等 蔑视基本人权的国家 显然联合国已经失去了帮助解决和平 卫生 教育 腐败 经济发展等 关键问题的能力 因此应该用新的国际机构 民主国家组织DN逐渐学代联合国 首先由国际组织 权威媒体根据自由指数列书的 所谓的完全和有一定缺陷的 民主国家名单 为民主国家组织制定一份 潜在成员名单 这些民主国家如印度 尼日利亚 南非 巴西 墨西哥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德国 波兰等十国 在人口 经济 区域影响力方面 具有支出作用 这些代表特定地理区域的大中型国家 对创建民主国家组织将发挥主导作用 由于英国和法国仍然与数十个前殖民地 保持着牢固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因此他们也应该成为主要成员 像欧盟的哥本哈根欧盟成员资格标准 可以用来为新成员加入民主国家组织 设定接纳标准 一些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模式是两院制 然而 大多数民主国家在国家或地区一级 都有一院制立法机构 民主国家组织可以采用任何一种组织模式 上述12个支出成员国将在上议院 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 且都有辅决权 民主国家组织的下议院将审议 讨论 表决相关问题 民主国家组织行政机构可以有多种形式 如可以设立一位挂名总统或总裁 日常事务由首席执行官负责 联合国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 等现有联合国司法机构效率不张 因此最好设立新的和同等的机构 由民主国家组织进行民主监督 此外 为了提高解决跨境争议的效率和速度 民主国家组织可以考虑建立一组特别重裁艇 以裁决范围广泛的较次要问题 在经济上 民主国家组织将不得不重写 现有的国际贸易协定 以专注于世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合作 一个新的经贸组织及民主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将补充世界贸易组织 并指导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 现有的贸易集团如欧洲联盟等 其所有成员都可能有资格成为民主国家组织的成员 将继续根据现有条例相互合作 世贸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极有可能逐渐与民主国家组织达成合作安排 民主国家组织总部设于何地 由于民主的概念起源于欧洲 而且那里有数量最多的民主国家 因此欧洲应该可能是民主国家组织初创总部的所在地 其分布可能设在南美 亚洲 非洲 民主国家虽然另立门户 但应继续保持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和影响力 民主国家组织应该与专制和独裁国家合作 促进和平 并鼓励这些政治上落伍的国家进行改革 并逐步加入民主国家组织 世界民主国家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超越联合国和导致该组织成立的二战后现实 创建以民主 开放社会 自由市场价值为重点的新的国际秩序 据中央社报道 德国国会跨党派六位议员10月2日抵台访问 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 他们表示 在中共升高对台威胁之际造访台湾 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也是要告诉中共不应干涉国会之间的正常交流 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 这是继佩洛西8月访台 8月法国国会访团后又一个欧洲重要国家访台 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坚定支持 而且正值中共国庆期间对抗意味明显 代表团将与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 并将和副总统太清德 地法院长游锡坤 及外交部长吴钊燮见面 中央社报道 访团还将与德国企业代表座谈 聚焦台湾的能源和数位发展政策 并且还将参访台南科学园区 这是为了促进双边在高科技领域的安全和贸易合作 此次行程 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 与德国代表团一道从法兰克福飞抵台北 谢志伟在脸书上贴出合照 并写道 朝野六党全到齐 因为不分党派 他们都挺台湾 德国代表团表示 此行旨在评估台湾的实地安全状况 并对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一个总体了解 德国政府新闻办公室9月30日说 代表团将考察有关海峡两岸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状况 双边关系和关系发展等问题 台湾外交部周日在推特上发布了德国代表团的照片 并强调 时间和距离不会削弱有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共政府敦促德方遵守一中原则 并立即停止与台独分子的交往 中共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0月1日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举行国会大选 10月2日初步开票结果显示 即将离任的总理卡林斯所属支持乌克兰的中间政党 新团结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得票率近19% 而与该国俄罗斯族关系密切的政党则受到了极大削弱 卡林斯渴望再次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人 据法新社报道 卡林斯的新团结党赢得18.94%的选票位居第一 绿党和农民联盟为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 以12.66%位居第二 其次是联合名单上的中间派绿党和地区党 得票为10.98% 而中右翼的国家联盟则得票9.31% 俄语族支持的政党这次只有民粹派的稳定党 以6.75%通过了5%议会资格门槛 而曾经强大的俄语政党和解党 以及亲克里姆林公的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得票率 都未达5%被挤出了议会 法新社说本次选举的结果提高了现任总理卡林斯 在11月初新议会开始运作时 被总统莱维茨正式任命领导下届政府的机会 分析认为 这将使拉脱维亚对俄罗斯亲屋战争 持续保持鲜明的反对立场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